秋天最后一个月 作为春种一颗子求收万颗粮 挂象表现的淋漓尽致 这个时候就是静观其变 你看下面坤柔顺 然后又来一个更停止不动 有阴碧有果 这个时候只是静观其变就好了 为不利有油网 没有什么可以向前冲的 出难之上意之 只看最后的结果就好了 什么结果呢 整个挂象来说 这个秋天最后一缕羊是他的好 那众多的阴难是他的无奈 因为我们该休息 该调整前面出的问题 自我反省都来不及 只是为了下一次才能好 这一次就这样了 那么来年春天更好是吧 如果你不反省又是变成这个样了 那么初六 这个大环境就是拨烂了 从拿床做比方 这个床脚开始腐烂 那人心就是起心动念 开始出了问题偏差 那身体也是细微的病不注意 这就是不好的 但是他不好也是开始的不好 结果的不好还没有 只是凡人众果 神仙众阴呢 这个才是根本的根本 让他们来看就是非常的不好 马上就要调整 那人不以为然 到这个六二阶段呢 仿佛感觉自己在正常的成长 谈酸老还谈不上 趁着年轻 还有更多的精力去怎么样 身体恢复的还足够快 所以他认为没什么问题 但是实际上也是在提前投掷 你不能仗着你有什么 就怎么样 然后呢 最后这个六三 反而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上面有一个人照着 跟你相呼应 就所谓的 你好像 如果拿不好的来讲 就是 你八十里了 你有资本去挥霍 所以 目前来看 好像没什么问题 但是你始终是不改 早晚会出现问题 六四很快就出问题了 那时候不上不下 遇到一些时候 不是总能帮得上你 那么直接就出了问题 就像一个床 你睡的床 他的皮肤 这个床垫都出了问题 你说你还能睡吗 所以凶 所以凶 那么 六五呢 那怎么又 没有什么不好了呢 指的不 也多半是这个利益的 因为因代表物质 他贯穿着整个这个因 到他日为止 以他为首的 所以他记得利益是最大的 如果 如果拿正 这个来说 他上面成了一个羊 他 仅存的这个朔果保留 他以此 可以承照着 点头喊腰的 不管是真心的 还是假心的 至少目前还没出现状况 上面还有一层保护伞 然后 上九 这是唯一的 能坚守的 最后一个底线 如果这个再出问题 那么一切 事件都没有了 都变成阴了 所以君子 好 如果小人 在这种情景下 他就没有了